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旧草椅隧道 这里是昔日从福龙同往时辰的火车隧道 如今在观光旅游开发之后 成了一条您假日必访的自行车道 现在这边是以前旧的隧道 这条隧道很长 全长有2.2公里 主要是模拟一个铁道博物馆的概念 来打造这样一个骑脚踏车的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地上 像是那个铁轨一样的纹路 其实是把旧铁道拆除之后 为了要让大家有一种在隧道里骑车的感觉 骑乘在隧道里的感觉格外的凉爽 而一出到洞口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你可以找家咖啡厅 拧下你的脚步 好好的享受滨海度假小镇的悠闲风情 偶尔这样乐活一下是不是感觉很不赖呢 不知道看完今天的节目 你会不会一样心动的想要出来清净大自然 乔委会邀您看台湾 也邀您有空的时候都回台湾走走喔